上周日中午一点左右 四名熊孩子溜进平山区金碧路163号的一个停车场内 将停车场内的两辆迪士启动 两人一车分别驾驶两辆迪士在停车场内行驶 中途还隔窗交流 险些造成碰撞 停车场负责人张先生表示 这里靠近平山区车管所 是专门停放准备审验上牌的出租车 当天中午因为出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安装车顶灯和车内计价器 所以多辆车未上锁 这就给了四名熊孩子可乘至极 他们驾驶两辆出租车在停车场内绕了两圈 被文训赶来的工作人员制止 索性未造成车辆碰撞及人员伤亡 四名孩子今年独初一 据他们说平时眼蝉家长开车 很想体验一把驾驶的乐趣 随后工作人员通知了孩子的家长到场 今天记者来到该停车场 这里停放了上百辆未上牌的出租车 车门都没有上锁 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出租车比较特殊 他们只是代办上牌服务 上牌完成后就交由出租公司进行计价表安装 为了方便双方工作所有车辆都是批量上锁与解锁 下次他会过来批评他以后的锁必须要锁好 搞一台锁一台要求大家 任何一位 本来的锁必须 Paramount line 和加ивает